傅里稻草艺术祭是傅里香连续第五年举办大型的稻草艺术展览 这一届是以动物迷宗道义之歌为主题 结合12月23号24号两天的音乐试集一起登场 这里不错 今天开幕一直到四月 我会回去推荐我朋友来这边玩 艺人马念先连续以蓝调曲风开唱 为第五届稻草艺术祭揭开序幕 开箱 网上开箱 好 网上开箱 那今年我们的农民所挑战的创意就是做我们的飞禽类的 所以就是做鸟类的 那今年的很多很不同的就是说 我们除了我们的国内的保育业的鸟类 还有我们农民看到的鸟类之外 还有今年很特别的就是我们世界保育局的这些鸟类 也在他们的创作之内 透过在地居民与学童 以干稻草编织出鸟类艺术作品 布里绕逸园区宛如一个集结世界各地鸟类的大型动物园 我们的稻草艺术不是 两个就是一起一会 因为这个创作的东西就是 基本上每一次都会不一样 所以你们要来观赏的话 一定要趁早 有假期的时候赶快排时间来 因为每一个创作都是非常不容易 而且每一个创作都是不同的 布里乡农会总干事张素华说 透过结合音乐事集的方式 希望将稻草艺术季发展为 布里的重要特色以及文化资产 吸引更多游客前来 同时努力倡导与大自然和谐共存的重要性 以实际的道义展览推广生态保护 记者高双双布里乡采访报道